说到6月10号 平安北京官方微博发布了消息称 警方在朝阳区北路某小区 抓获涉毒人员陈某 根据他的供述 发现同住该小区的边某 也有重大涉毒嫌疑 但是当警方赶到边某家时 发现他已经坠楼身亡了 随后经过多方媒体的证实 边某是央视电影频道的主持人 边策 年仅32岁 6月9号下午2点 北京警方接群众举报 前往位于朝阳北路某小区边策住所 提料警方前往房间检查时 敲门无人应答 随后进入房间时 发现边策已经坠楼身亡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冰毒等毒品 通过血液检测也确认其涉毒 4日警方通过官微 发布了边策涉毒并坠楼身亡的消息 当晚记者来到案发现场探访 左林右舍对边策的死讯 仍是惊魂未定 我不会当时也是慌了 没想那么多闹 他可能是走发来 发生了吧 估计你的毒眼还没散 据了解 现年32岁的编册 是央视电影频道的主持人 从小到大成绩优秀 一直是大家口中的小角者 齐廖如今却因涉毒 早早结束了年轻的生命